刚才蔡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上一场的比 他们是2比1战胜了韩国的郑寨诚和李龙大 那场比赛打得是非常艰苦 对 漂亮 你的这种小技术将决定的你在跟对方 漂亮 看来马来西亚对这点组合的防守还是不错 从刚才这个球 马来西亚在大力杀 防守反攻 批掉 平抽 你的这对选手 所以中国的两对选手呢 就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前四名 对 漂亮 对 这个其他的也会 不管是对手也好 因为你总不能一个人练嘛 对 相同的地方 对 所以我练单打的人 当然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辅助到这个 辅助到这个双打 但确实双打有很多东西呢 你必须要会的 我就说像这种平抽打 单打的运动员相对来说 他就很少 撤不过这个双打 18比16暂时领先 从世界排名上 他们现在排在了世界的第二位 好的 是21比19 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现在双方第二局开始了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 杀 这边古剑杰是来不及了 所以他直接从身体的后侧 拿向一侧 那边方面 马来西亚左手握 印尼的双打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现在任教马来西亚 好 漂亮 漂亮 印尼刚才接的球接得非常好 对 印尼队进攻 这个球 07年5次获得分战赛的冠军 过去呢古剑杰没有 大力杀中落 连续两个从身体的侧面把球打回去 快的 防得真好 倒地防 一旦顶住对方的进攻以后 就要准备反攻了 非常困难的时候 防守还能够反击成功 对 非常的高 是的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一部分 因为双打我们说了 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基本的技术 你不只是说有个攻跟手 如果你欠缺的比如说发接发 对方或者这个平球等 这样反攻了形成反攻的机会 比较大 所以一定在下一个球呢 要注意这个精力上不能松下来 打不死啊 对 又反攻了形成 马来西亚的防守太好了 几乎对方该得分 都得不了分 漂亮 一般在这个 对方的 准备扑持很好的车 马来西亚不会去强攻 它一定会在比较最好